欢迎老姐们啊,欢迎欢迎,那个,晚上好,晚上好啊,八点,八点啊,卧槽,这还小口呢,卧槽,跟真扎的字啊,全是血啊,无所谓了啊,兄弟们,咱那整了啊,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克里米亚这个外滩,外滩,外滩,这个事呢,都不是啥大事,但是你这个事只指老美, 是美国,美制的导弹,打击的平民,这个胆小鬼游戏,极限拉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这个是俄国开战,到现在,有美制导弹连续发射五发,针对平民,平民的打击,这是首次,而且俄罗斯召叫了美国大使, 俄外交部,直接表示,美制导弹,这个已经公开了啊,全部公开了,以前还心照不宣,这个那个的,但是这次连着五发,对百姓的打击,俄罗斯已经,要做出,强硬的惩罚,这个事啊, 单小鬼游戏到这儿了,老美呢,手段前线,肯定是不行,法国呢,战略家表示,这是北约要鹰派开战的信号,不管他们怎么扯,都没有用,这个事儿,就是由近几天的, 单小鬼游戏,中美,美俄,单小鬼游戏,导致了,老美在南海,中美两家,玩了单小鬼游戏,最后老美撤了,在南海,飞猴子这块,玩了俄朝,俄越,签订的联合声明, 大地只走了两家,给美西方,全干破防了,但美西方在欧洲近期开的会议,达到最高峰时候,上百国开的会议,所谓乌克兰和平峰会,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一个一项决策都没有,所以说呢,破防了,完了,再加艾森豪尔号夹着尾巴,赶紧撩,导致的, 这一系列近期的对抗,单小鬼游戏,升级到这里,但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针对平民,这个事儿对老美来说并不,根本它就是个减分项,而且还会引起俄罗斯的强制反应,而且老美在舆论场上,这个件事儿他也站不住脚,因为俄乌战争以来, 俄罗斯所有的导弹精准,精准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造成的,普通民众的伤亡报道,少之有少,就有一次,我记得有几个,对,但是呢, 这一次直接针对百姓的,而且是美制导弹,这是俄罗斯直接公开承认的,所以说这件事儿,七哥告诉你,不小,不小,别感觉是,认为是一次,哎,互相打击一次袭击而已, 这个,这件事儿容易打开这个所谓的潘多拉魔盒,所以说呢,这个美制导弹,最近期呢,俄罗斯又拿核潜艇编队,把老美给别上了,老美,老美近期肯定是破大防,完了,在中东这块被以色列又给别上了,老美实在是没招, 所以说呢,现在,正规战场,还是七哥那句话,正规战场打不过,那就向后方的平民下手,这就是昂萨,昂萨与犹太的,他们的玩法,这存存的恐怖主义,所以说呢,以打击平民为目标,现在已经暴露出昂萨跟犹太,他们俩就是这回事儿,所以说呢,正规战场,真刀真枪练不了,玩这个,这个一定会, 遭到大规模的一个制裁,或者是反击,所以说呢,那中东更得加速,今天伊朗,直接表示,如果以军党敢与黎巴嫩真主党开战,伊朗直接参战,以这个形式来的,所以说呢,完了,美国陆战部参谋长也表示了, 以色列这次赢不了,跟真主党,完了,老灯求着小法,法国说,我要站在黎巴嫩这边,很多人听了有点懵逼,德国外长说,不行了,要干起来了,我要访问黎巴嫩, 德法,加老美,这个他妈的,反常的信号,在这,一下就明确了,就是,老美还是在大选过程当中,还是,陆军肯定是不想蹬的,陆军肯定不想上去, 所以说呢,老美可哪块,他妈扎扎扎扎扎扎说,哎,乙军要打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怎么的,老美名字上支持乙军,实际上已经吓破胆了,你妈的航母先跑了, 所以说呢,这一系列事件在中东吃的大憋,再加上大地,大地这几次访问这几个国家的针对性战略目标, 对老美来说,那绝对在战略上,必须打出反制,而且别的方面,政治外交方面,老美什么他也拿不出来,拿不出来有效的反制俄罗斯, 所以说呢,随后,欧盟这帮二五仔大冤种,又宣布对俄罗斯第十四轮制裁,挺好,十四轮,轮啊,不是十四个,是十四轮制裁,今天,啊, 又宣布了,这里边还包括咱家呢,还制裁咱家一项呢,这个那个的,完了,德国这个小总理来了,副总理来了,到咱家更搞笑,啊,你不能卖俄罗斯武器, 他是替老美说话,这家伙是属于右派,替老美,你不能卖俄罗斯武器,欧盟制裁你那个新能源反清销,但你不能反击,完了,这个那个的, 整了一大堆这个,这帮大蠢驴就是说话,我他妈实在是憋不住笑,啊, 但这事,呃,很简单,就是他咱们收拾欧盟的招数,有很多欧盟这帮反制,呃,欧盟,我不是代表单独,代表法国或者德国,啊, 因为他们内部还有党派,我说的是欧盟,所以说呢,这种反制上咱家来,咱家,欧盟宣布对咱家整个新能源这块, 整之后,咱家直接告他了,必须反制,所以说呢,欧盟被迫,必须跟大家谈判, 现在跟他谈判来了,他们也害怕,所以说呢,那意思,我现在先制裁制裁你, 我,我,我先加个关税,象征性的跟着老美,呃,加个关税不加不行了,老美不干,完了,你,你别反应过激, 完了,你别制裁我,呃,咱家直接干,直接干他,直接干他,所以说,从这方面看,呃, 从这方面看,欧盟这帮反制的,呃,反制的这帮二五仔,到咱家来,实际上就是个笑话, 所以说呢,这个波兰那个杜达,杜达也是一样,他讨论乌克兰危机这方面是小事, 他也是经济方面的,农业要放开,这是他释放的一个信号, 所以说呢,还是以经济为主体,所以说欧盟这帮大,大蠢驴, 想以这个方面,呃,配合老美,完了呢,让咱家再不,不反击他,那是存扯的, 咱家直接非常强硬的回答,必须对欧盟实施反制措施, 所以说欧盟没招了,要谈判,所以说呢,但是呢,从这里边看啊, 从这里边看,从战略层面看,现在老美在欧盟内部, 欧盟的整个那个群体上,确实是压力不小,话语权肯定是降低的, 但是欧盟的适当性想配合一下吧,完了,还不想让咱家反制的, 这一条路肯定是走不下去,所以说呢,当然了,呃,那主要是中东啊, 中东问题现在能不能圈里下,现在法德这块,表面上配合老美, 实则上是老美在哪下场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在欧洲,你还是在中东, 现在以这个方面为补体,老美现在已经做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来个给内塔尼亚湖一个釜底抽筋,就是我跑了, 我跑了,但我主义上我帮助你,所以说呢, 以色列国防部长紧急到老美家要必须要谈判, 所以说这次谈判很重要,但关键一点,老美现在没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压不住珍珠党,就是你还是七个人的话, 乙军你不把大部队陆军调到离以边境的话, 那,黎巴嫩他也干你啊,关键是这个, 而且以色列已经搬走十多万人, 居民民众全你妈打跑了,军事都被拔光了, 就在离以边境这一块,戈兰高地也天天被揍, 所以说从这几个点来看,老美确实在大选之内, 他不敢下,但是呢,乙军也已经没办法了, 三万部队在加沙里边跟他妈哈马斯周旋被揍得血糊了似的, 手里还能加巴加巴,最多再有三万, 三四万人直接再他妈上离以边境两线开战, 这存扯淡, 哈马斯的补给他妈,跟他妈黎巴嫩珍珠党能一样吗, 珍珠党背后他妈是叙利亚,那是俄罗斯, 而且中俄的维和部队全他妈在那儿的, 完了,关键还有一点,背后还有一朗, 所有的运输武器补给都能跟上, 那你妈以色列干他妈珍珠党呢, 背后是整个,整个什叶派加两强在背后, 所以说呢,从这个站里头, 你连加沙狭小的地带拿不下, 你去拿比加沙大他妈三四倍的, 一个离以边境这块珍珠党的基地, 这是存扯的个愣, 说白了,还是最早那件事, 就是没办法,因为早期以色列就想干, 关键这里边老美,老美怎么办, 所以说老美现在, 他还是想拉老美下场嘛, 所以说美国把法国德国掏出来了, 把他俩掏出来了, 他俩还竟然他妈说要站到黎巴嫩, 这一边,珍珠党这一边, 这个嘛,就挺反制的, 所以说现在他妈都是, 呃,就是属于配合老美, 但是呢,实际上还是想拉老美在欧洲下场, 所以说呢, 这次的外滩克里米亚事件, 就是一个突破性的试探, 说白了, 单小鬼游戏, 单小鬼游戏, 因为白鹅这边说了, 随时可以发射战术核武器, 这个白鹅与俄罗斯的连次, 连续一个月之内两次战术核武器演习, 完了,波兰又要关闭白波的边境, 所以说现在的北约部队, 还是七哥昨天说的那个意思, 就是北约肯定是试探性往下整, 完了呢, 俄军肯定是奔战奥特萨这两边, 但是明着打的是哈尔科夫, 所以说呢, 从这个战略层面来看, 他们这个外滩的袭击是一个试探性的, 那接下来这个能源设施, 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被打击到这种程度, 那你们美欧集团一旦下场, 各个方面补给怎么能跟上,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看, 而且白鹅还容易从中间插过来, 白鹅就是这根钉子, 他是上前边能够着波兰, 下边能够着利沃夫, 乌克兰席部, 上边直接够波罗的海三傻, 所以说呢, 他们现在北约试探性的全是在下边, 这次事件, 还是七哥那句话, 应该明天就得有消息, 俄罗斯会做出强有力的一个反应, 就这个事件, 因为已经直直美国了, 直直美国了, 所以说呢, 二一个, 你乌克兰认为克里米亚是你的, 那你为什么对克里米亚的百姓实现导弹屠杀,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他根本说不过去, 老美实际上在试探, 在打开黑海的那把锁, 他们在通过罗马尼亚, 来打开黑海的这把锁, 因为黑海被俄军封锁, 现在怎么都有怎么快一年了, 所以说这才重要, 黑海打不开, 北约没有任何海空方面的大优势, 这一点极其重要, 所以说呢, 北约参战, 陆军肯定是一点胜算没有, 这个不用想, 关键是海空, 海空力量能不能占优势, 实际上还得是黑海, 波罗地海离俄本土太远了, 而且那一块还驻扎着, 波罗地海舰队还有核潜艇, 所以说呢, 他们想试探性的玩, 试探性的玩胆小鬼游戏, 必须以黑海来站住突破口, 这一点极其重要,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老美在中东吃了大鳖, 在南海吃了大鳖, 之后向俄罗斯玩了一把单小鬼游戏, 因为南海这块, 咱家收拾飞猴子, 是动用了三艘大驱逐舰, 上百艘军舰, 咱家这块根本不是收拾飞猴子, 跟老美玩的就是单小鬼游戏, 就是赌老美不敢, 所以说呢, 今天小马克思又强硬起来了, 表面说不愿意专制什么玩, 试探, 我去你哪个哨子去, 我要你施针, 对了,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看, 七哥告诉你们, 他们玩的是啥呢, 咱家在南海是有充分准备的, 记者爆料, 对了, 充分准备的, 咱们是中美两家玩的, 单小鬼游戏, 老美那边怂了, 老美这一泄气, 不适用于美非安保条约, 或者说, 菲律宾被咱家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 老美离老远看着, 或者是跑了, 不管是每日, 全你妈撩干的了, 老美的战略, 认为咱家要动真格的, 所以说他撩了, 撩了也就是泄气了, 老美在南海这块还是占不着优势, 泄气了怎么办, 泄气了, 接下来他还太平洋演习, 基本上没有任何战略威慑的价值了, 对, 因为飞猴子跳起来, 老美突电, 都是为了接下来所谓的二十几国的一个, 还太平洋演习, 来在这块加码, 咱家也明白, 压根就不给他机会, 所以说, 这块给他干退了, 老美泄气了, 中东艾森豪尔号跑了, 跑完了说罗斯福号接替, 七哥昨天还不知道, 我他妈今天搜了一下吧, 你说罗斯福号给哪呢, 给他妈棒的, 他家人呢, 你妈的, 这他妈的, 离多远, 让他妈半拉地球啊, 我擦, 老美他妈忽悠以色列呢, 或者说就告诉李以色列, 我跑了, 我他妈那个不来了, 今天我他妈一搜, 你妈的, 对, 我他妈一搜, 他妈不对劲啊, 这他妈离这了远, 这航母的多少天能干的, 少说也得一个月, 从现在起航也得一个月啊, 来棒子家的原因是啥呢, 俄潮, 完了, 俄太平洋部队在日本海, 大规模军演, 老美开航母, 给这家停着, 来一波反威慑, 就是给当个乖宝宝, 他也啥也不干, 但这货我一看不对啊, 这货他妈是没打算给中东, 没打算给中东来帮以色列呀, 这他妈是玩小乙呢, 玩那场你压胡呢,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看, 老美所谓的螺丝符号接替, 即使真接替, 也他妈是以后的事了, 是他妈的九月八九月份的事了, 这他妈是存特度, 所有事件证明一点, 老美一切的欧亚战略布局, 玩的全是为了国内大选铺垫, 对了, 中东想拖延, 中东想拖延, 欧洲想打出来一个战略气势, 所以说呢, 一点点打破突破口, 拿舆论口给拜登集团, 给民主党集团增加选票, 全是玩这个来, 但是没有一项是他想真刀真枪, 下场大干, 没有, 所以说呢, 从这几点来看, 七哥的, 谁他们又来, 广告又来了, 再来的都会, 我都会能卷出去奶哨子, 对,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看, 这几点啊, 从这方面看, 包括欧洲的制裁, 包括欧洲的制裁, 美国的导弹袭击, 这是提前配合好的, 提前配合好的, 所以说呢, 完了他, 近期这几个访华, 包括波兰, 访华, 所有的点, 完了包括, 我跟你说一点啊, 美国联合法国, 德国, 甚至乌克兰, 都停止签证, 以色列签证, 都给以色列上条子, 美国明着告诉那坦的呀户, 你能死, 你他妈自个儿坐下, 我是不可能在, 中东地面下场的, 空中我都跑了, 爱森哈罗号都跑了, 完了让法德出面, 完了再制裁咱家, 再以德国总理到咱家, 吴吴喳喳, 不能给俄罗斯, 提供武器的所有反制, 带到近期, 老美对咱家, 整个公司的一个制裁, 都是为了给俄提供武器, 所以, 我判断出, 接下来的推演, 就是北约下场, 在欧洲, 以及这次对, 克里米亚外滩的, 胆小鬼试探, 因为那边, 为什么, 齐哥告诉你, 为什么等到现在, 为什么不止反攻失败, 北约就应该顶过去, 为什么是现在, 齐哥告诉你, 很简单, 俄罗斯肆无忌惮的, 打击乌克兰境内的, 所有基础设施, 特别是电力, 电力设施的打击, 对这个国家, 未来的军事统战来说, 重要性太大, 如果放任俄罗斯导弹, 这样肆无忌惮的打, 即使北约来了, 也没有任何战略优势, 所以说, 北约接下来, 来了也没有优势, 所以说呢, 俄罗斯这边很明白, 联合俄朝, 俄一, 俄白, 这就是针对性对北约的, 所以说呢, 把约再挺下去, 肯定是不行, 而且法国与德国, 早就给老灯上条子了, 上次老灯防法, 肯定是马克龙没说好听的, 就是问你, 你他妈干不干, 不干我自己干, 你给我滚蛋, 几乎翻译过来就是这个词, 对了, 所以说呢, 法德配合老美, 给内塔尼亚胡, 上了个条子, 告诉内塔尼亚胡, 我们不会帮你在中东打, 打, 我们只在欧洲打, 你, 要作死自己去, 现在就是这个道理, 对, 所以说现在, 对, 我操, 谁呀这是, 跟哪呢, 谁, 谁谁谁谁谁, 我祖传, 我让你祖传, 你哪个头呢, 我让你祖传这回, 我让你祖传, 谁, 没了就会, 没了没了没了, 别别别勒他了, 别勒他了, 别勒他了, 对, 所以说那七哥跟你说啥呢, 所有的点, 都, 证明了, 接下来, 欧洲必干, 接下来的胆小鬼游戏试探, 还会大幅度增加, 在近一个月之内, 特别是七月份, 俄罗斯的内部被恐袭, 被打击, 或者是被导弹袭击的概率, 大大增加, 甚至是百分之百的, 这是一定, 北约下场前, 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闹点动静, 完了, 让俄罗斯反制, 看他反多大, 看俄罗斯到底, 这个胆小鬼游戏, 反多大, 完了, 北约来平宫, 接下来的一个战略态势, 还有一点, 就是黑海, 黑海这把锁, 北约要是不打开, 北约肯定占不到优势, 这一点很重要的, 所以说针对克里米亚的袭击, 会增加, 接下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 所以说呢, 现在就一点, 美西方, 或者是老美的战略, 很明显, 中东他要认输, 中, 中阿联合声明, 中阿军事培训班, 再加什叶派, 中东老美, 十一次下中东, 布林肯, 沙利文, 加拜登, 基本上斡旋全部失败, 感谢滚滚军团刷参线, 全部失败, 但是这里边他有一个点, 老美在这边要认栽, 或者是让犹太, 自己去拖延, 但是不能大规模开战, 说白了, 现在就是俄罗斯跟内塔, 法尼亚湖, 争宠的最后时刻, 老美帮谁与不帮谁的正, 正是时刻, 但是呢, 老美从地缘考虑, 七哥早就说过, 地缘考虑, 因为欧洲比哪都重要, 首先, 对手是俄罗斯, 这个不一样, 第二, 欧洲的基本盘是欧盟, 老美必须得形成战略牵制, 如果老美在欧洲怂了, 那欧洲就得把老美趁机踢出去, 这样老美是不可接受的, 在全球, 但大战略基本盘, 虽然老美都是失去, 但是中东他既然扭转不过来了, 他现在硬着头皮干, 必然引起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反击, 老美呢, 而且得不偿失二一个, 两强在中东不会让他处来的, 这一点老美很清楚, 如果白宫拿这个地球仪, 拿这个战略画图的话, 肯定是欧洲, 这并不是泽连斯基比那坦尼亚胡牛逼, 恰恰相反, 那坦尼亚胡比泽连斯基在美国有影响力的多, 所以说呢, 这是基于美国的战略考量, 二一个, 美国承受不了在中东, 为啥? 组织手里有高超因素, 这个对美国的航母编队来说, 太容易给干破防了, 干击穿了, 在欧洲打仗, 前线北约有很多国家的人, 老美的航母编队没必要在打击覆盖下, 明白不? 在中东老美会被干破防, 而且也们已经做出一个表率, 追着海森豪尔连着揍了三次, 所以说现在的老美, 他只能在中俄两家挑一个, 但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亚洲? 七哥跟你说一个点, 以前我也说, 从大战略基本盘, 因为老美看问题是看全球, 看全球的, 咱们全球先扔一边, 老美看问题, 最起码是看欧亚, 跟咱家掀起来, 老美从来就没想过直接单挑, 那让老美在整个亚太会被掀封了, 掀捉了, 老美只想玩战术挑衅, 但是咱家也没惯着他, 就想让他一个战略牵制, 老美跟咱家打, 就是能出现一个非常让老美绝望的后果, 欧盟会趁机把老美踢出去, 俄罗斯跟欧盟, 特别法国德国会单方面的把乌克兰问题解决, 如果中美看看, 老美就已经失去欧洲, 俄罗斯在欧洲做大, 马克龙趁机接崛起, 这个是老美承受不了的, 还是七哥那句话, 老美必须得把握住欧洲基本盘, 虽然被咱家釜底抽筋, 但老美一旦用上军事, 法德还会跟着他, 这个一点疑问都不要有, 因为老美低了个刀, 下去跟俄罗斯干, 法德肯定屁点屁点跟着, 但是老美跟咱家干, 法德顶大意思, 来咱家亚太来照个面, 派点军舰照个面, 那是百分之百的, 给老美鼓掌, 你去干吧, 因为大家都顾着自己的利益, 自己地缘上的利益, 这个没毛病, 所以说这二一个老美在跟咱家干, 他这块还一点把握没有, 这一点也极其重要, 所以说呢, 中东这一盘棋, 老美输了, 就是一比零, 一比零, 明白吧, 亚太, 玩胆小鬼游戏, 或者战术挑衅, 算他个一比一, 欧洲, 有来有回, 现在, 算一比零, 俄罗斯胜, 接下来, 北约上, 欧战开启, 再看, 是平局, 还是西方一, 俄罗斯零, 还是俄罗斯零, 西方一, 现在的战略就是这样, 对, 所以说呢, 俄乌战争, 俄罗斯一比零, 俄欧, 俄与北约的战争, 接下来开启, 完了, 中东, 美国认了, 输了, 认了, 他已经认, 他彻底输了, 这不用想了, 中东他输了, 中东就是一比零, 以色列必玩, 不用想, 必玩的, 这个你都想都不用想, 这是反殖民, 这个两强在中东的布局, 不用想, 他是必输的, 美国在这会儿怎么整, 他赢不了, 现在的美国, 特别埃森豪尔豪尔豪尔被打之后, 整个阿拉伯国家, 其实是感觉, 已经感觉到老美, 啥也不是, 必须得整他了, 你不用想了, 就是威慑, 老美在中东, 也门这块的所有威慑, 军事威慑, 政治外交在中东, 所有全失败, 全失败, 甚至美元都在失败, 所有都失败, 所以说呢, 从现在来看, 老美大选, 逐迹, 当时我说了, 欧洲战场上, 输赢决定了, 董王上, 还是拜登上, 这一点, 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说呢, 老登团队, 还是把这个事压在欧中, 压在这, 因为欧洲有屏障, 对老美来说, 还能狗, 还能狗一阵子, 对, 能打消耗, 所以说呢, 他们提前布了这个局, 大地跟两强, 实际上早已看透了, 所以说呢, 中俄联合声明, 俄朝联合声明, 中俄联合声明, 全部提前布好局了, 早就知道老美, 或者说, 就是逼着老美, 你自己选一个战场, 你自己选一个战场, 没有别的地方, 只有那, 现成的战场, 玩单小鬼游戏, 一点点试探下去, 没有别的, 记住其他这句话, 所以说呢, 美国内部大选, 拜登这几年, 在欧亚的战略, 解决败退, 没有任何成果, 他是正常选, 是不可能选的, 土匪在欧洲战场, 改变战局, 或者说, 哪怕达成一种平衡, 但是现在来看, 你指着乌军是不可能了, 是不可能了, 几乎乌军天天被斗, 所以说呢, 从这个战略构想来看, 那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记住其他这句话, 只有他们自己跳入这个坑, 当然了, 这是我站在老美立场, 在三个战场, 来一个分析, 当然了, 站在咱家立场, 要的就是这个, 中东我把你勒死, 让你老美不得不, 站在, 种族屠杀的, 帮凶这个立场, 舆论战, 中国胜, 完了呢, 我集合整个阿拉伯世界, 对以色列进行一个反围列, 捆绑战术, 让你美国下也不是, 上也不是, 最后, 老美你只能选择, 要不妥协, 要不真刀真枪, 下场干, 老美现在肯定是干不了, 短期内肯定干不了了, 对, 所以说呢, 中东这块, 老美已经败下这类了, 完了, 咱家很简单, 亚太, 老美你想跟我干, 我就, 我, 你要但凡想跟我干, 我绝对奉陪, 这就是咱家拿飞猴子, 杀鸡净猴, 底原因, 为什么出动这么大阵仗, 万吨大驱逐舰都跳出去了, 就是因为这个, 告诉老美, 男孩, 我不会退一步, 而且你敢来, 我就拱上去, 让老美在这块, 不敢开打, 逼着老美在欧洲下场, 这就是去年七哥, 那个战略预判, 还回来了, 很简单, 把美俄欧, 绑在乌克兰战场上, 对咱家来说, 那是天上掉一万个馅兵, 二一个, 我说过, 只有俄罗斯, 才能对美西方, 或者北约集团, 造成重大的消耗, 与打击, 别人是没有这个效果的, 中东就勒住, 犹太就完, 中东保证他们团结, 咋玩咋赢, 就行了, 对, 因为那个对手不强, 只有干对手强的, 就是美俄欧, 美俄欧, 所以说呢, 站在咱家立场, 站在美国立场, 我讲完了这个战略, 完了, 站在大地立场, 首先, 大地, 大地的访问, 很明显, 乌兹别克斯坦访问, 这是对咱们中级乌铁路, 一个敲定, 对朝呢, 联合声明, 首先军事联盟, 基本上就跟军事联盟没啥关, 没啥区别, 他俩就签订了, 就是平定半岛, 就是中俄朝, 这是他出头, 平定半岛, 让半岛危机小点, 完了, 震慑棒子跟鬼吧, 第二, 图门江, 图门江, 必须整看, 这个是大地, 这都是替咱们去的, 替咱们去的, 图门江整看, 完了, 现在中俄朝三家, 就基本上已经在浑村那边开始整了, 开始整了, 就马上老速度了, 已经开始整了, 所以说的, 从大地的方面跟白俄罗斯联合军演到结合朝鲜这块, 齐俄就告诉你们一件, 大地应对的就是接下来的欧战, 北约与俄军的正面对抗, 嗯, 这并不是北约有多么牛逼, 北约是被逼的没办法, 只有自主干, 啊, 这个这一点就明白, 所以说的, 从这方面看, 嗯, 未来下场的, 就是白俄罗斯是交叉咱家对它进行工业援助的, 啊, 白俄罗斯大力生产援助, 完了呢, 朝鲜也是个中转战, 或者自己也能生产, 或者苏联留下来的炮弹, 完了, 以及士兵, 接下来都可以往上, 嗯, 说来说去, 又像七个最早, 那个预判, 就是反向的朝鲜战争, 但这次不同于冷战, 这次要一波把美西方彻底消耗到底, 就是朝鲜出兵帮助俄罗斯打整个北约集团, 也就是西方国家, 这是一定的, 完了呢, 坐镇大后方的就是东方龙, 当年是咱家联合朝鲜干的北约十七国联军, 苏联坐镇大后方, 但那时候是冷战的节, 现在不是, 这次的影响远远大于那次冷战, 那次呢, 传染战争咱家是立国之战, 对于咱家来说, 立国之战打完之后, 才有了今天工业体系, 重工业所有的东西, 那是咱家内部完成一个整合, 立国之战, 也洗刷了近代史的所有吃入,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改变游戏规则, 国际规则, 国际秩序, 这是大变局, 是先翻美西方统治集团, 对全球各领域的话语权, 最终早晚得开大, 还是齐哥那句话, 泽连斯基给你提供60万平方公里, 大平原你们不打, 你们还想干点啥, 这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事, 你们的中美矛盾, 俄美矛盾, 俄欧矛盾, 世界上的所有矛盾, 全部在司机家决绝, 所有矛盾, 冷战后所有的心血, 单极霸权的矛盾, 反帝, 反殖民, 多极化, 所有的, 全在司机他家解决, 司机的贡献太大, 齐哥告诉你们, 在防止各大国直接核战的情况下, 乌克兰就是个缓冲, 就是个缓冲, 这个开战是一定一定的, 一定的, 不是谁要要他的地方, 而是利用他的地方, 解决苏联解体之后的北约东扩, 以及中国崛起技术科技的突破, 导致美西方集团的破防打压, 实际上世界规则早已改变了, 但是, 你得改变了, 有人想稳, 有人还想当流氓, 但有人想打流氓, 那怎么办, 上三场也不能撸胳膊网袖了, 上来就干核战呢, 所以说, 最佳地点, 乌克兰, 老美不吃亏的, 前边还有很多炮灰, 比如波兰, 波罗的海三杀, 都会派人, 所有的欧盟都会派人, 老美在那块也不吃亏, 可以打缓冲, 对, 咱家很简单, 家族玛丽生产, 对, 80后白俄罗斯出兵, 以最终的形态, 就是这个, 完了中东王死里勒犹太, 感谢, 刷穿一件, 中东王死里勒犹太, 让犹太上不来一次, 让他跟老美租, 就完事, 就以这个点, 精力, 完了南海这边的猴子洞, 我昨天说了, 今天断你大拇指, 明天断你臂膀, 后天断你头, 有的是办法, 对, 所有战线站着, 潜质, 但是目标一定要明确, 乌克兰, 乌克兰, 乌克兰是北约跟俄军中间地带, 这是个缓冲, 这是西方集团跟东方集团对垒的, 唯一一个, 60万平方公里的这么大的地方, 西方军队, 进乌克兰, 东方军队, 进乌克兰, 两边彻底解决一下吧, 几十年来, 甚至上百年来的所有恩怨, 以及国际秩序, 以及反帝, 反殖民, 以及, 干掉单机八权, 全在这解决, 对, 对了, 全在这解决, 全在这解决, 所以说现在, 马猴子说可以平分华人财产, 这话他自己能说着这话吗, 咱不管咋说啊, 在菲律宾呢, 有看七哥直播的, 在菲律宾的华人也好, 或者咱中国, 咱现在的, 中国人在那做生意, 前来得长点心眼啊, 地缘战略到这了, 中非问题, 南海问题, 是实际上是中美矛盾, 中美矛盾没解决之前, 菲侯的会一直蹦, 咱家会一直压着他打, 对他们内部的一个反华情绪, 一定是上涨的, 你们一定要离一个, 留个心眼啊, 记住七哥这句话, 这个事短期间是短期不可能解决的啊, 短期是不可能解决的, 它是螺旋是上升的, 螺旋是上升的,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你要明白啊, 这是按照战略层面,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对, 战略层面啊, 就是大家自己注意点, 注意点啊, 好吧, 因为现在, 现在都是舆论战, 虽然你看他怂了, 那接下来, 他怂这几天, 那昂萨人后边一怼, 给他再打点气, 他又, 他又来气了, 一定是这样的, 啊, 不用想, 咱家呢也是, 一次一次, 我们说了吗, 一次一次, 加码的, 咱家就是打老美嘛, 收拾他就打老美, 就看老美表态嘛, 他说肯定这样的, 你不用想这块啊, 这块大家一定要留心眼, 这块, 这块旅游上也尽量少去了, 以后, 大家不用想, 七个告诉你, 缓和不了的, 缓和不了的, 缓和不了, 你记住这句话啊, 除非把老美霸权彻底卷了, 把他干出亚太那天, 才能缓和, 啊, 记住七个这个话, 对, 所以说现在就这个点啊, 他是螺旋是上升的, 这个话咱就扔到这, 但是呢, 说有什么大规模的那种战争形态, 短期内不会, 而他也不配, 他也不配, 但是他玩舆论战, 舆论战对民众的影响非常大, 明白吧, 舆论战对民众的影响非常大, 特别, 菲律宾的媒体背后都是昂萨犹太集团, 不信你自己去搜的, 菲律宾以前就是美国殖民地, 啊, 所以说呢, 你这个媒体这块, 这舆论对老百姓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老百姓是分不清的, 所以说这方面, 大家一样明白, 大家一样明白, 对, 所以说, 因为他们的媒体, 对, 所以说呢, 嗯, 瞎吹什么玩意儿, 老仓, 你, 这小子, 我今天, 我这几天我没得狗子了, 行了, 饶, 饶他一马, 嗯, 国内最安全, 对, 现在不是说哪, 哪, 现在不是安不安全的事, 七哥就是说这个事, 这个这个事, 一让大家留着心眼就完事了, 啊, 而且东南亚我跟你说, 发生过很多事, 比如说咱家上哪, 东南亚旅游, 近期泰国这事那事的, 泰国那时候总理亲自接待, 我就告诉你一点, 东南亚跟咱家好的国家, 咱家去旅游, 我跟你说, 老出现这种各种新闻上热搜, 我告诉你背后都有阴谋, 是美日韩故意搞的, 破坏东南亚的旅游环境, 明白不, 你泰国总理出面都不行, 破坏这个旅游环境, 因为自从中美矛盾开始, 日韩, 咱家去日韩的旅游, 人数大幅下滑, 特别鬼子排河污水之后, 明白吧, 完了呢, 孤立菲律宾的同时, 其他几国老有单方面的, 咱们家的人到那会儿, 遇害或者是被抢劫, 这有那种大词报道, 这些东西背后都有, 都有搞的, 包括缅甸的电账, 我跟你说, 这些年爱, 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都有他们的身影, 所以说, 咱家到根除的时候, 肯定是往外整的, 我跟你说, 可不是你们想象的很多事, 就是单一的事件, 可不是, 可不是, 是针对咱家人的, 这是, 它是有针对性的, 对, 它是有针对性的, 全是这样的, 对, 所以说, 对, 所以说, 大家要明白, 而且你, 你棒的鬼子, 咱家旅游到他那大步下滑, 这是他们也接受不了的, 所以说呢, 他们会搞出这种新闻, 或者是配合美国, 美国的间谍组织嘛, CIA在东南亚渗透的也很严重, 东南亚各国, 在这边经营多少年了, 还有这帮老白男, 到东南亚, 所以说呢, 就是东盟这块, 不光老美不想撒手, 美国那个底层那帮像畜生, 也不想撒手, 老白男的天堂东南亚, 我们七哥没说吗, 给美国你妈穷的裤衩子都穿不上的时候, 一月三四千块钱, 到东南亚能搂搂俩娘们, 那是美国底层白处的天堂, 老美要撤出亚太, 他们也都得滚蛋, 因为这地方是咱们的, 对, 因为这地方是咱们的, 明白吗, 所以说那帮家都不干, 那帮家都不干, 你这就是属于, 你要明白, 对, 他们把东南亚整成啥样的啊, 啊兄弟们,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事, 他们是不愿失去这块的, 而且东盟现在是咱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这个是未来亚太最重要的伙伴, 就是东盟, 人口也多, 就是东盟, 所以说呢, 老美他能失去这吗, 所以说那亚太和老美要滚出去, 整个东盟全没了, 现在的东盟看出就一个飞猴子跳, 那老美肯定在里边整事, 所以说呢, 不安全, 短期内博弈当中是不安全的, 对, 对, 楼俩人一样, 真是你看, 那帮老白男, 老白男, 真是, 他们全是东南亚的地方, 所以说现在, 就是我跟你说吧, 冷战之后, 东南亚, 日韩, 被老美, 给他们雄性全给干没了, 老美干的挺彻底, 但是我当时说过, 老美被, 老美把德日给阉割了, 是中俄两家想看到的, 这点老美做的挺到位, 但是他对所有全这么整的话, 老美你就过分了, 就是啥呢, 老美你可以把德日阉割了, 干成太监, 但你不能武装, 你要是武装德日, 中俄肯定不惯着你, 当时我就说过这句话, 对, 这俩货被老美整的确实是惨, 确实是惨, 老美这货确实有一套, 你不信不行啊, 你不佩服不行, 老美这货整他俩, 这整这, 这一个德国小纳粹, 日本鬼子小军国主义, 你看看, 整成啥样子吧, 让老美给整的, 老美这货就这事立功了, 对, 这事立功了, 老美这事, 这事中俄愿意看到, 啊, 但是你要对中俄也玩这套, 你, 你, 大嘴巴的抽死你, 对, 大嘴巴抽死你, 就是阉割他们好, 以后也好管, 对, 你要不怕我画所有的, 所以说呢, 老美要是现在武装德日啊, 那中俄肯定不干, 那你不用想了, 所以说现在就是, 日本是在怎么个博弈下呢, 美国推着日本, 美英推着日本, 这边中俄威慑日本, 鬼子呢, 由于中俄威慑, 鬼子能跟老美还能讨价还价一下, 啊, 没有这个威慑, 鬼子是一点话语权都没有的, 特别俄朝签订协议, 俄罗斯太平洋军演, 这都明显, 就针对鬼子, 所以说鬼子直接找, 俄罗斯谈判了, 今天鬼子说啥, 谈的, 非常愉快, 用愉快俩的谈的, 啊, 谈的非常好, 就是我,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在日本鬼子家门口, 哗哗, 轮大刀玩, 整的挺愉快, 所以说这鬼子他也担心, 完了, 现在就不说别的啊, 就现在就是没有别的点, 现在就一个点, 就看老美武装得日, 到底是怎么个武装法, 是什么时候, 现在他谈不上武装, 整几个战俘寻航导弹, 还他妈的五年分批交货啊, 所以说还说那句话, 老美经过二战加冷战后, 苏联解体之后, 老美一家独到, 在美西方内部, 把本来还可以拿得出手, 或者说能干, 能打仗的, 全给阉割了, 老美到现在, 跟中俄想仙桌子, 回头一看, 以前的狼狗, 全让老美给牙掰了, 现在都他妈成宠物狗了, 就小法还挺能叫过, 自己军工也行, 但小法还不听他的, 那小鹰呢, 基本上啥都给老美了, 和牛都给老美了, 小鹰把工业化全去了, 自个儿去, 也玩金融服务业, 那货早废了, 德国干的你妈, 全你妈同性恋, 那小鬼子搭了个脑瓜的, 阴沉沉跟他妈死尸, 似的一个个, 全让老美给驯化, 我老美没啥可用的了, 英法德日这四个货, 这不以前都是老反骨仔, 老美也担心他妈, 所以说老美必须把他驯服了, 第一个驯的是英国, 完了驯法国没驯名吗, 戴高律给老美掘出去了, 掘完了就驯德国驯鬼了, 现在就剩个法国, 但法国还不听他, 所以说现在老美无人可用, 我为啥说乌克兰军, 打俄军肯定够点呛, 乌克兰的精锐, 掉头干西方, 一干一个准, 现在老美又武装大拨拨, 拨拦, 武装大拨拨, 对, 所以说老美训练那个鬼子, 跟三德的二鬼子, 长得还是不错的, 这一点咱一定要给老美束个大拇指, 这方面, 老美无人可用, 只能阶梯性的, 这也是老美现在的战略困境, 之一, 啊, 那不是说这给你武器, 你就好使的, 但是你要武装八零后, 那上百万部队, 哗哑, 武器全给整下, 咔咔一顿培训, 你看他到俄罗斯前线, 你看他的表现就知道, 那能一样吗, 八零后就等今天的, 一旦给老美掀翻了, 霸权没了, 进入多极化, 八零后立马立棍了, 你看伊朗这些年整了些抵抗知乎, 哪一个没有血腥啊, 你看那哈马斯, 野门, 胡塞, 我刚才说你们可别想不起这些组织, 七哥就告诉你们, 就黎巴嫩珍珠党就是他配套的这些东西, 包括军事素质, 吊打一些国家, 简直就跟胆儿女似的, 国家, 对, 我说的是国家, 你别看他是组织, 战斗经验各方面极其足, 哪个拿出来都是那个, 那野门胡塞当年给沙特揍啥比一样, 沙特拿的全是美式装备, 你妈到那块他没能看, 我跟你说, 这玩意打来打去还他妈看人, 对, 但是现在虽然有一些高科技的辅助性的东西, 但是你陆军这块你还得看人, 信念各方面, 所以说美西方全你妈, 没有斗志, 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 这帮货基本上已经躺平了, 你现在指着他们玩起来是不可能了, 他说, 老美把他们阉割有老美的道理, 也对, 因为啥, 苏联解体之后, 老美第二件事就是对欧盟, 对欧洲跟日本的打击, 苏联一解体, 90年代老美上去给小鬼子给摁着了, 当时也按德国法国英国全收拾了, 但是英法德贪撒并没有小鬼子这么惨的原因, 是苏联解体他们也吃点红利, 就是没有苏联这个敌人, 美国一回头一看, 你们几个才是敌人, 还是七个人就忘了, 大国博弈就是美苏, 中美, 现在的关系所有的东西, 把他们提上来的问题是啥呢, 因为老美有假想敌, 老美有敌人, 感谢云回刷穿船剑, 所以说你英法德日才会被重视, 感谢云回刷穿船, 如果没有苏联那个庞然大物, 老美一定会整他们, 感谢云回刷穿船, 所以说, 老美就现在即使跟小英走得这么近, 老美制裁英国, 还是在全球里面排第十一位的, 英国, 对, 感谢云回刷穿船, 老美是贪婪的, 他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机器, 或者是他是一个恐怖集团, 感谢老铁刷穿船, 这并不以我操刷这些, 感谢感谢啊, 哪个云回啊, 这么猛的啊, 哎呀我操,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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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大哥, 对, 所以说呢, 以这个点, 哎呀我操, 感谢我回哥, 啊, 所以说呢, 以这个点来看, 老美, 老美收拾他们是对的, 苏联没了, 所以说呢收拾他们, 到现在老美也没反应过来, 认为咱家能大部分, 大规模的崛起, 特别技术科技, 军事, 航天, 这方面, 所以说老美这个战略误判在这儿呢, 老美现在无人可用, 二一个, 他压制内部, 美英, 英法得日这么多年, 大家都明白咋个事, 都明白咋个事, 关键时刻是没, 老美要真要倒, 树倒湖村散的时候, 老美比苏联要惨得多, 其他跟你说, 老美要比苏联惨得多, 还是我去年的一句话, 老美内部要出现问题, 第一个, 吞食, 撕老美的, 一定是英法得日这几个祸, 贪几个恨不得把他吞了, 中美俄的, 中美的对抗跟美俄的对抗, 这是属于这个地球里边没办法的事, 就说白了, 一山不能容二虎, 欧洲一山不能容二虎, 只能老美一日说了算, 俄罗斯不干, 亚太老美想说了算, 咱家不干, 这是属于大国之间的博弈, 没办法, 但是那几个祸, 是被老美骑的头上得能拉死的, 对, 那几个祸, 中美美俄这种, 他实际上躲不开的, 他躲不开的这种博弈, 各方面, 但那几个祸可不一样啊, 那几个祸反口就咬他, 你这么说, 美国的战略家不止一次提醒老美, 不止一次提醒老美, 你一旦中美开战, 第一个反叛他的就是英法得日, 他们会从中渔翁得利, 东美要是两败俱伤那几个祸, 一定把老美掏了, 这说的非常直白, 非常直白,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没有明白这里边的事, 老美实际上, 他是被孤立的, 老美在北美, 实际上, 内核他就是老哥一个, 但是为什么感觉他这些盟友多呢, 是因为他依然保持那个军事力量, 能压制住他所谓的这些盟友, 实际上就都是小弟, 一旦老美要崩盘, 那这帮货就在把它分食了, 这是一定的, 当时七哥说过一句话, 不知道老粉记着不得, 我说过, 中国并不一定希望老美内战或者是直接散架, 形成欧洲现在那种四分五裂的版图, 中国只希望老美不要玩霸权, 老美回归你北美应有的你那个位置上, 美元也不是要给你干崩盘, 只是美元也要回归你那个真正的以工业对标的那个基础上, 完了你不崩, 进入多极化, 老美还是有点用的, 因为昂萨这玩上, 玩国际局势不要脸那个死出, 是可以的, 未来中东崛起了, 或者是俄罗斯崛起了, 在多极化里边, 老美还可以跟他们没事玩玩的, 逗个你来我往, 咱家实际上是不希望老美彻底崩的, 只是让他回到他应有的那个位置上, 就这么简单, 所以当时我说, 中美的博弈是小伙慢顿, 咱家是低烈度, 很难上升到高烈度, 低烈度, 中烈度, 但老美这货的问题, 他挺大, 跨国资本, 犹太复国主义, 昂萨军工体系, 美联储, 华尔基, 尼玛, 整他们这么多年的大财团, 一旦老美失去对欧亚的掌控, 老美在欧亚在全球的以前的跨国资本, 全部会被所在国收为国有, 彻底清算老美的整个跨国资本集团, 全球清晰, 完了, 美元那直接就不用说了, 这个是老美没办法接受, 因为一旦这样, 美国内部一旦肯定崩塌, 那别的国家肯定是收拾老美的, 你不用想, 对, 所以说呢, 他一旦被清算, 跨国资本一旦被清算, 跨国资本加这, 加这些军工体系, 必须是裹挟着美国去战争, 这个战争实际上就是让老美跳悬崖, 老美你要么赢, 要么崩, 没有中间那个选择, 记住七个例子话啊, 要么你打赢, 要么你直接崩盘, 没有中间选择, 所以说咱家高看老美了, 咱家高看老美了, 老美做不到, 做不到, 即回到北美, 让出跨国资本的利益, 美元回到相应的位置, 做不到的, 不可能的, 做不到的, 因为他内部不是你某个政客, 说了算的, 跨国资本会整死他们, 如果政客敢那么玩, 跨国资本这些整个集团, 必须给, 就像肯尼迪一样, 直接就收拾你就完了, 对, 所以说他从老美诞生, 他就是个狗腿子, 跑腿子, 就是英国的天主, 天主教打压了一些新教徒, 在欧洲混的饭吃不上, 一屁痒呢, 激一混这帮家伙, 划个小串, 往那飘, 九死一生倒在老美那, 本身就是他妈狗腿吧, 只是仗着欧亚大陆, 你妈的内斗, 他他妈一点点起来点, 仗着英法博弈, 他他妈立国了, 所以说呢, 老美没有中间环节, 最后还得是那狗腿嘛, 对, 没有, 没有中间环节, 所以说, 七哥说啥呢, 这就是咋整的, 没办法, 但是老美你要是不那样的话, 肯定不能让老美输了, 太惨, 那样咱家肯定, 就是一句话, 咱家说白了, 大家都这么想的, 但是你没招, 你带刀护卫你没招, 咱家肯定是不能说的, 老美就剩那点余威了, 咱家直接给他掀了得了, 犯不上, 七哥告你, 以咱中华民族的智慧, 犯不上, 老美就那点玩, 咱家不退, 老美他也不敢动, 我说中美这种胆小鬼游戏, 老美在南海亚太占不着优势, 因为内海, 近海他是赢了的, 老美会算在这, 大帝, 你以为大帝愿意跟北约去拼命吗, 你是大帝, 你也得考虑这个国家利益, 但是你没办法, 你就是攻城锤的角色, 你俄罗斯要是有我中国的实力, 你还掀鸡毛桌子, 北约压根就不敢动阔, 当年你他妈干鸡毛了, 北约动阔那不揍他呢, 那不威慑他呢, 最后整到家门口了, 你只能当攻城锤的角色, 而且你乌克兰你拿下乌冬了有什么用, 芬兰啥都加入北约了, 都进去了, 你他妈要是打完这个, 你签和平协议, 哪天他妈北约组织反攻你, 你怎么应对, 实际上是俄罗斯没有打出任何解决地缘危机的, 而且还加码了, 所以说你俄罗斯想彻底解决, 给俄罗斯人21世纪不被肢解的命运, 你就一条路, 你给我干北约, 我奖励你, 就这么简单, 你必须得干, 你变形子能给北约转移到我这儿, 跟我干, 那不可能, 因为我这实力在这儿呢, 大帝想有这种想法, 你不要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实力, 我能震慑死他吗, 就整个亚太近海, 谁也不包使, 你不行, 你必须得干到底, 你只有干, 你才能得到更大的地缘安全, 你只有干, 你才能得到我的大力支持, 你不干, 你就是没有作用了, 你连攻城锤的角色都放不上了, 那你等着被肢解了, 所以说他是没有回头路的, 我说过, 大地有开战权, 根本没有停战权, 美国也是, 在欧洲, 他们想停不好使的, 因为有东方在这儿, 不是你们他妈说的, 你想打就打, 想停就停, 玩呢, 咋的, 你要苟且呀你们呢, 啊, 美俄欧你们仨还想握手言和, 我不整死你们, 不可能, 必须给我打到底, 你们仨全得给我打散架了才行, 必须全得打散架, 你们他妈还想钻一个被窝去, 脑瓦哪个的给你踢碎了,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从战到中美俄三家的立场, 咱们分析这个东西, 就是, 不管咋说, 咱家, 还是基于实力, 说白了, 呃, 战略在实力, 在有实力的前提之外, 但是呢, 咱家是这么多年就玩战略出身, 这没办法, 所以说呢, 就显得老美的, 不会啥战略, 他就是战术, 嗯, 俄罗斯呢, 不用玩战略, 也不用玩战术, 你就跟老牛似的, 往前拱, 对, 拱足, 你就给我揍, 俄罗斯你只有揍美西方, 你才能得到, 你要得到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实际上, 你不揍, 你就失去了作用, 最后呢, 我还能保证, 让美西方跟你尿不到一个狐狸, 对, 对, 你俄罗斯, 你俄罗斯, 你伊朗不一样, 伊朗人家培养那么多抵抗知乎, 那么多抵抗知乎, 前面玩的还挺欢, 但是呢, 黎巴嫩一旦开战, 伊朗是必然, 伊朗革命卫队是必然参战, 这都不用想念, 对, 伊朗前边有谁, 有伊拉克, 有叙利亚, 有黎巴嫩, 珍珠党, 还有哈马斯, 人家伊朗的缓冲可太大了, 伊朗离东地中海将近两千公里, 中间隔着好几个国家, 而且都是伊朗势力范围, 伊朗可以随便玩, 随便指挥, 对不一样, 对, 感谢我运输一个, 俄罗斯人民很悲哀, 西哥告诉你们啊, 俄罗斯遇到大地, 他们稍高兴吧, 拜佛吧, 你看苏联那帮玩, 从赫鲁晓夫之后, 他们一个比一个蠢, 赫鲁晓夫也算, 除了是大灵格, 基本上没一个玩正经玩, 他要不遇漏大地, 俄罗斯的下场比乌克兰还惨, 俄罗斯要被肢解被瓜分, 我告诉你, 他比乌克兰惨多了, 美西方对他的严格, 各个方面, 大地为啥要必须先着呢, 我告诉你一点, 大地可不是跟老美要争争霸权呢, 什么多极化, 大地根本没想那么多, 说白了, 就是要在21世纪, 给自己打出一个地缘安全, 打出一个解除北约的威胁, 他只能做到这点, 他就很牛逼了, 他称王称霸, 他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没有咱家在后边可能, 对, 那肯定的, 他只需要打出一个地缘安全, 让俄罗斯在21世纪接下来的70多年, 不分裂, 他就已经很牛逼了, 他就已经是神了, 对于俄罗斯来说, 明白不, 这一点, 他们跟他没想过, 刚开始他连反霸权都没说, 连北约都没说过, 军事行动, 但要到现在还是军事行动, 都没改成战争形态, 明白不, 一步步试探, 一步步打, 一步步改变了国际局势, 这个重要性很重要, 但是没有东方在后边政治外交各领域给他背书, 中东的伊沙和解, 这对俄乌来说, 对俄罗斯来说都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东西, 没有给他背书, 他早完了, 经济早垮了, 经济早垮了, 所以说呢, 大地没想要那么多, 就是不想被美西方给蚕食, 就这么简单, 英国首相早就说过, 俄罗斯你妈那一亿多人, 欧洲七亿多人, 俄罗斯一亿多人占着的资源, 比欧洲七亿多人多了他妈十倍二十倍, 凭啥呀, 他们就是奔着执解俄罗斯, 他们都想着执解俄罗斯, 法德哪个都是, 但一旦他们整不了, 一看没希望的时候, 他就得是战略写作了, 趁机把老美踢出去了, 这就是咱家的战略写, 咱家上来, 就比他妈的俄罗斯高出十, 一百个档次, 上来第一件事, 反霸权, 五项霸权, 我直接高举的大旗, 根本不是收复小癞蛤蟆, 那个只是之前一个宣传口号, 咱家干的是霸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 百年大变局多极化, 说白了, 直接就要干你老美, 别人哪有这破啊, 这后来大地摊家里, 跟咱学的嘛, 要干霸权的, 以前咱说过这话的嘛, 伊朗他都是跟咱学的, 对, 这只有咱家, 中东, 中东这不就是, 抽老美金的嘛, 联合阿拉伯, 老美在中东, 所有政治外交失败, 那么都是东大干的嘛, 那是俄罗斯嘛, 俄罗斯给外边, 没有咱家给他背书, 他什么外交都解决不了, 外交问题, 什么都解决不了, 不可能解决不了, 咱家给他背书, 他的面子有了, 各方面, 完了呢, 两强在一起的凝聚力有了, 大家看到希望了, 所以说大家敢站出来说, 反霸权了, 你两强要是单独一个, 你俄罗斯一个, 你试试谁, 谁他妈敢说反霸权的事, 这么明显是吗, 所以说现在有一点, 车就告诉你们一点, 是啥呢, 俄罗斯并没有那么伟大的一个目标, 反霸权, 没有这事, 俄罗斯只想说跟欧洲联合, 经济各与贸易, 在一个没有北约, 没有美英渗透的欧洲, 就完事了, 他更不想说来整他妈那些土地, 他只是借这个军事行动的由子来解除这个危机, 他整那些地上干啥, 能他妈好管吗, 你还整那些二五载都翻五载, 造的国内这个恐怖袭击, 那个恐怖袭击的, 现在他只是想打出个地缘安全, 老美就是逼着给他逼到墙角的, 他先做了, 所以说七哥当时说啥, 亚太版北约, 为啥咱家建政俄罗斯老提这个事, 这么多年美国没敢给这边加入北约的原因, 就是因为立国之杖, 美国还是那句话, 根本不怕俄罗斯, 他最怕的就是东方, 东方是真揍他呢, 对, 还是那句话, 但现在他没招, 老美直接跟东方硬碰硬, 老美是必输的, 而且失去的整个欧洲所有权失去, 那样俄罗斯掉头支持, 支援咱家, 欧洲趁机独立自主, 这是老美承受不了的, 暴击这是, 老美只能拉着欧洲这帮炮灰, 跟俄罗斯干, 能把俄罗斯干败了, 肢解了, 才能对咱家形成三百六十五度, 三百六十度的包围, 还是齐哥那句话, 支揭了北约长期植入, 把支揭后的俄罗斯全部加入北约, 最后北约集团干到远东, 联合日韩印, 东盟对咱家形成三百六十度包围, 只有这样他才能赢了东大, 或者说他北约不跟东大去武打经济封锁四面, 但是老美只有这一招能破了, 或者是能阻止东大干掉老美自己的霸权, 只有这一招, 没有别的招, 但这招就应了齐哥那句话, 俄罗斯不败在这个地球上, 没有比咱家更重要的了, 就俄罗斯真要顶不住, 咱家甚至直接带队过去干它, 也得保住俄罗斯不能被肢解, 你就记住齐哥那句话, 没有比这重要的地缘, 有俄罗斯这个攻城锤, 这个带刀护卫在, 老美这辈子扬不了, 老美破了东大, 只有这一招肢解俄罗斯, 要不然他这辈子扬不了, 只要这个带刀护卫在, 老美, 美西方集团就翻不了天, 别的事咱们都不计较, 就五个字, 俄罗斯不败, 实际上俄罗斯不败, 就是咱们家赢了,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 老美一点都不怕俄罗斯扔战术核武器, 一点都不怕, 甚至还很欢迎, 一旦谁率先使用战术核武器, 你会被孤立, 老美会拿着这个实现经济各个领域的封锁, 完了军事继续对抗, 老美还巴不得你使这个, 所以还是齐个那句话, 咱家是不可能让俄罗斯用这个的, 俄罗斯真用战术核武器, 那说明东方集团给予俄罗斯的支持不够, 战术核武器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威慑, 你不能打, 短期看肯定是不能打, 除非北约大兵压境, 各个海陆空全搂起来了, 那个够不着了, 那时候那就无所谓了, 但是没有在那个情况下, 前提是不可能用这个, 用这个, 俄罗斯容易被孤立, 咱家也在国际上很难做, 所以说呢, 老美是想着他去用战术核武器, 但咱家必须压着他, 因为啥, 常规武器, 咱家天下无敌, 不管是支援谁, 主要有咱家在, 他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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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老美, 嗯, 老美在一战二战两次战争, 嗯, 渔王得利, 这个是因为, 呃, 欧亚大陆的内斗, 嗯, 老美想复制这内斗是不行的, 所以说现在老美在欧亚大陆的所有, 是属于反噬, 就是老美以前一战二战, 大家都夸, 老美是天选之地, 北美美国的地缘太牛逼了, 远离战争, 本土不被威胁, 但是苏联解体之后, 到咱家崛起, 实际上已经改变了, 恰恰是因为老美地缘太远, 远离欧亚大陆, 他失去了优势, 老美想在欧亚大陆完全控制中俄, 他只有一条路, 北约必须动阔, 他必须是拉着欧洲走, 而不是日本鬼子跟棒棒, 为什么老美妹早就武装日韩, 从咱这边下手呢, 亚太虽然老美兵力不少, 但原因是啥呢, 因为这块老美, 基本上没有后撤的空间, 一撤就撤本土去了, 但是欧洲不一样啊, 欧洲好几十国家啊, 老美想突破中俄的防线, 只有从欧洲走, 只有从欧洲打, 肢解俄罗斯才能完成对东大的包围, 还是其他那句话, 美俄欧必然会在乌克兰战场上见分枪, 我还是那句话, 谁也不服谁, 这个窗户纸是必须捅破的, 今天对乌克兰外滩的美制导弹的袭击, 这就是一个转向, 对, 对, 美国只有大西洋那边的欧洲, 还有一个事儿, 棒子跟鬼子还有R3, 这几个货老美止不上, 首先呢, 现在不光是卫星各方面, 咱们对日本鬼子的打击实际上是碾压式的, 或者说是啥是降维的, R3那左右横跳, 老美给点好处, 他咬咱家几口, 老美不给好处, 他就哆哆嗦嗦, 捅我一下就跑, 那玩意儿对老美来说极度不信任, 老美就对R3就没有啥安全感, 那货没个没个准, 鬼子虽然军事经济政治被老美掌控,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 因为咱家的军事力量的崛起, 突破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已经很轻松, 所以说, 老美能指上的不多, 鬼子跟R3, 但是这俩货, 鬼子肯定是不扛揍, R3呢, 那玩意儿还没个准, 而且咱家早就布局了, 对R3, 所以说老美呢, 在亚太是极度不安全感, 越不安全感, 这样拖着也不行, 亚太这块拖着也不行, 中东这块又被咱家锁猴了, 那老美你最后你还是得最早那个战略, 以英国为踏板, 跳到欧洲大陆, 以东欧为第一防线, 西欧为第二防线, 英国为第三防线, 以这个来与俄罗斯打持久升级的消耗战, 他只有赌这个, 说白了, 赌生产能力, 赌国家基本盘, 赌国内的所有东西, 联合几十国对俄罗斯打击, 这个咱两强都看着了, 这也就是, 大地区朝鲜的职业愿意, 对抗说来说去, 还是在乌克兰, 对, 老美能打消耗战, 欧洲能消耗, 我也消耗, 欧洲还是能消耗, 逼着他们掏空架底, 所以说大地呢, 哈尔科夫阳攻, 试探一下美其王, 对, 完了中俄来个联合生命, 中俄的联合声明, 就逼着老美下场, 中俄的联合声明, 你基本上就中俄就是啥呢, 排除老美之外, 我们说了算欧亚, 中俄朝, 中俄猛, 中俄叙利亚, 中俄伊拉克, 中俄伊朗, 中俄这这那, 从而回点名, 中俄越南, 中俄东盟,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就是把欧亚大陆事全定, 逼着老美, 你必须得干, 你没招, 老美你现在中俄都开始啥了, 定规矩了, 中俄都定规矩了, 老美这不就是孤立你的吗, 咱家还跑法国去了, 签个联合声明, 老灯被迫连他们大选都不训练, 跑法国去, 没招, 我跟你说他没招, 这东西就在这摆, 就是咱家所有的战略, 实际上就是老美, 你选了地, 中东还是欧洲, 来, 真刀真枪跟伊朗干, 还是跟俄罗斯干, 你在我这儿你干不了, 你那两把霜吧, 就是给老美挖俩坑, 你往哪个里跳, 我是老美, 我也不跳中东, 那我存大蠢, 老美我没说嘛, 老美是, 是蠢, 但他不不傻, 对, 虽然老美是拔碎, 但是没傻到那种程度, 对, 他往中东跳, 他面对一个问题, 你没伤着中俄, 寒毛, 你跳那里中俄不整死你啊, 这辈子不让你出来的, 我说过中东, 就是解决老美的最佳那把锁, 中东这把锁, 这是给老美套死, 所以说他只能啥呢, 他得挑中美两, 他美国肯定是挑中俄两家整个, 他咱们跟伊朗玩, 他能玩起了吗, 伊朗后边中俄不往死里援助吗, 他肯定得挑这两, 那这俩能用的, 那肯定是乌克兰的战场啊, 这一块哪有战场, 那菲律宾, 那玩是啥呢, 咱家一个小时就结束战斗的玩人啊, 那鬼子往上推他妈的中俄朝, 给这下战略威慑, 老美你自己他妈的容易被一窝端的, 那么你现在你明显的就得给那边干, 二一个, 你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是你拜登整的, 你拜登马上大选了, 你还得整, 你地缘, 地缘被他妈俄罗斯给撬开了, 欧洲给撬开了, 你在欧洲的话语权就没了, 你不他妈低着刀下去干, 欧洲肯定把你一脚踹出去了, 所以说老美, 你现在就是从战略层面分, 咋整他也得在乌克兰干, 就是最终回到我去年的预测, 咱家战略外移, 带刀侍卫的老大, 还得是俄罗斯能对他们有一定的消耗, 别人白费, 所以说呢, 还得是美俄欧三家打, 世界四股力量, 中美俄欧, 三家我给你绑为一个战场上, 我苦苦援助, 让你们谁他妈赢不了, 只有这个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最优解, 你们谁也别想赢, 就是好, 对, 这哥们提的对, 还有个bug, 还有个大bug, 这个bug就是董王, 对, 这里边有个董王, 有个bug, 这货回来, 会不会把乌克兰给卖了, 完了, 跟大帝玩把, 直接玩把给乌克兰直解了, 在这种情况下, 看董王那个发言, 对, 看董王的发言是有倾向的啊, 这个一会儿踢个, 我也得分析分析, 对, 这里边有个bug, 这里边, 我这首歌, 开播之前, 得得整个大口子, 一直给他摁,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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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这个一定要给董王的纳入进去, 嗯, 嗯, 我接下来的话, 我是对大帝说的, 就是我告诉你一点, 俄罗斯虽然是公开, 无论是美国谁当总统都一样, 但是我告诉你们, 俄罗斯呢, 俄派里边, 大帝就是俄派的头, 老大, 大帝不是鹰派啊, 记住了, 但更不是投降派, 投降派是资本派, 俄罗斯有鹰派的, 鹰派就往死里干他嘛, 大帝是俄派, 俄派的头还是对董王有一丝丝的心心念念, 因为啥, 因为俄罗斯要的是地安安全并不是完全干到老美, 因为他也没那实力, 明白吧, 肯定得挂了一点这个, 就包括俄罗斯核潜艇编队去古巴, 全网只有你七个说, 那是给董王驻战家, 大选, 啥意思, 拜登打了两年俄乌战争, 代理人战争, 乌克兰被干西班兰, 最后, 给他妈俄罗斯核潜艇, 演他妈本土来了, 这对董王来说, 能抓住这个机会, 舆论上大肆炒作, 所以说, 俄罗斯核潜艇编队到达古巴的当天, 董王直接表示, 普京必赢俄罗斯人士战斗民主, 这句话你就明白了, 实际上有畅双簧的嫌疑, 这个你不用想, 对, 所以说现在在这儿了, 这个是我当时说的, 要不然没啥用, 他的是, 对喽, 有这个, 当然七哥为啥说我要替大帝, 我要是跟大帝说的话, 我告诉你, 放心, 还是我那句话, 还是我那句话, 大国博弈百年大变局, 这种撕裂程度, 不是董王一个人, 或者共和党能改变的, 美国也不是他当上总统就说了算的, 董王上来, 俄语北约继续打, 毫不逊色, 你别, 现在董王玩的戏法, 都是为了在大选中能赢, 他才说出这些话,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美国失去, 乌克兰虽然是有拜登家族的资产, 民主党的资产, 跨国资本的资产, 董王在这里边是一毛钱都挣不着的, 这实话, 但是不光是家族资产的事, 这是关乎美国霸权的问题, 董王握手言和代表美国投降, 是冷战之后, 第一个大国挑战了整个北约集团, 瓦罗硬砍下来了这个地方, 最后你美国服了, 这对老美来说, 啥得了, 不是董王能决定的, 你记住气候这句话, 董王上台, 也许两线全得开, 那头得救犹太, 上边还得干, 还有一点, 董王不整, 他会失去欧洲, 咱家直接扶持法国德国, 董王要不干, 咱家还有第二张牌, 就是扶持法德, 踢出老美, 北约集团, 要不然, 咱家的牌多了去了, 咱家压的最, 压轴的牌是80后, 但是牌多了去了, 就有一点, 七个告你们, 美俄不能苟且, 是咱家顶级最高战略, 这个是雷打不动的, 上三场, 只有咱家跟俄罗斯在一起, 或者是苏联在一起, 或者是经济上跟美国在一起, 但绝不允许美苏跟美俄在一起, 他俩在一起, 中华民族是不可能重返世界之点的,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美俄要在一起, 美俄稍微有一点这个动作, 80后直接开大, 80后直接开大, 干棒的, 老美敌了个刀, 带着北约鬼子必须下场, 俄罗斯必须帮助80后, 太多牌可以打了, 要不然咱家自己雷他妈, 当年赫鲁晓夫访美访完了, 跟教员逼了巴拉的咋咋地, 让教员一顿痛骂, 赫鲁晓夫到咱家, 咱们稍玩话, 刚他妈走, 直接抛击金门, 你他妈美俄还他妈能聊一块多, 我整死你, 第二天老美第七舰队来了, 苏联赫鲁晓夫被迫向美国发出通缉, 如果第七舰队敢靠近中国内海, 就等于与苏联宣战, 就等于与苏联宣战, 您俩还能玩, 我整死你,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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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又把自己说生气 不是 这是咱家最高战略 如果你们打美俄 就谁也不能赢 但俄罗斯不能输 这是咱家的基本战略 很简单 对 美俄欧三家 你们可以打 就啥 谁也不能赢 俄罗斯不能输 就完事了 就按照这个战略发展 你走就完了 中东的你们必须抱团 对 不需要你们说 非得都 家家阿拉伯都出军队 也不用你们宣战 你们就给我抱团 执行我的两国方案 就完了 就是孤立 反围剿 反孤立犹太就完了 对 有打手 我给前面打的 沙漠里边啥都有 自己家南海这块 咱家手拿把掐呢 对 谁来我就顶上去 所以说 所以说 就是 动了咱家的大忌 那绝对是不好使的 就这方面 咱家必须 老苏干没 老美必须没 这玩意现在来看 不没你给我滚回北美去 你不能插手 欧亚的任何事物 因为少 我他妈一带一路 就是干你 你他妈干啥呢 我一带一路 现在推到哪了 推到他妈 中东了 推到 伊沙和解 推到中东了 以色列解决完了 我直接通过 红海 苏丹岗 我他妈直接干哪去了 通过吉布提 我直接干非洲去了 我全你妈连上了 上边那条线 通过高加索 我他妈干欧洲去 谁阻挡 一带一路 这条路上 谁阻挡 谁死 没别的考虑 中华民族 想站起来 必然的 是谁 谁挡 谁死 那以色列不就是 明显的例子 对 说白了 一带一路就 破除 昂萨与犹太 在欧亚集团 多年的一个 秩序 就是把他们 踢出去 老美 你可以滚回北美 我没让你崩溃 我也没让你分裂 但你要不 不识 抬一句 你非得一条路走到黑 那就涨到底 对 主要你别管 欧亚就行 欧亚 不管亚太 东盟十国 加鬼子棒子 这全他妈是我的 这他妈以前 就那几千年 就是我的 后边 荣亚 中级乌铁路 打通 整个中巴走廊 打通 往下边 你阿三 敢挡路 我必等死你 海路 海路 从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直接到波斯湾 到阿拉伯海 到红海 这条线上 但凡有挡路的 就大刀剁达 一杀 和解之后 就明显的 以色列被围殴吗 这不是 七个的战略 预判 不就是这条火的吗 当年 去年四月份 对 所以说 就是谁挡着 谁死 这玩意 我打通 我这么多年 我干的就这个事 就是一招绝了 但是我不从海上 说直接针对老美 非要给你压太 直接给你踢出去 不是 我从一带一路 打通海路 打通这两项 其实你老美 就没有优势了 其实我在其他地方 绝你 绝以色列 不就是 挖阿萨 跟犹太的一个坑吗 乌克兰 不就是 他们的代理人吗 实际上 你把老美 安插着钉子 拔掉 欧亚就完事了 老美 你愿意滚哪 滚哪 你愿死死 愿活活 跟我没关系 上创维学艺 还上啥创维 你个妈是想 看小孤零吗 你是 嗯 对 所以说现在 就是 我为啥说 阿萨很突兀呢 这货他妈偷着给以色列运武器 这不明显 这站他妈 站他妈犹太这边 完了这边 还想上南海 搅合搅合 咱家必须给他上项链 阿萨是咱家 陆路跟海陆 一带一路的中间 就这个玩意 很突兀 是必须给他解决的 这个是必须解决的 是伴随着老美 霸权 岛之前 一块收拾的 肯定的 巴基斯坦来咱家 带着庞大七个人代表团 接下来全得挡起来 你看巴基斯坦 阿富汗跟伊朗的这条走廊 毕路之组织 是必须强有力的打击 感谢网组刷 所以说七个说这些 你要明白吗 咱家所有的 都是围绕一带一路 部队局 都是围绕这个部队局 但这个所有部队局 其实就是挖昂萨跟犹太的枪脚 犹太为什么这么反抗啊 就因为这点 以前那中东战争 老美早那么低着大刀上来帮他呢 现在老美跟个狗似的不敢上 实际上为啥呀 中东让咱家府邸抽薪了 俄乌在开战 俄罗斯美 无暇东雇 老美被掘除 叙利亚之后 阿富汗撤军 中东是这么真空地带 咱家顺手牵羊 来个伊沙和解 这他妈当时我给直播间说的 一旦东大攻防一转手 入主中东 就是美国崩塌的前兆 中美的博弈在中东 犹太这根钉子拔了 啥都解决 我们说 我当时说了 很多人说伊沙和解历史性的东西 以后那能不能有跟进 我当时在直播间说了 我说伊沙和解这种历史性的东西 载入足以载入史册的东西 这不是光伊沙和解 是东大正式入主中东 釜底抽薪 掌握中东话语权的开始 我说接下来咱家不用干别的 就是武装他们 这他妈是我原话 最后 拉着阿拉伯国家这种 这现在你们看明白了吗 咱家在中东一丝毫不让步 这回你们看明白了 阿拉伯学习班 军事培训班 阿拉伯联合声明全来了 这回你们看出来 因为我为啥那么说呢 我太了解东大的脾气了 我对冷战东大的 在整个美苏 博弈 能成为第三级 我太了解东大 东大要不不出手 不出手就是狗诈 我就 忍辱负重 等他妈东大出手那天 绝对要你命 但是老美 见骚的你妈呢 莱西出事之后 东大借着这个油子 明显是拔刀了 以前咱家低了刀 但没出窍 莱西没了 开始刀出窍了 根本不 不管 不惯了他们了 对 所以说呢 咱家出手 老美就完了 基本上 而且咱家那几大带刀护卫 我太猛了 萨尔维亚咋 萨尔维亚 七个告你 武器齐是咋 武器齐在欧洲里边是占法国 法国 谁占法国呢 萨尔维亚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后院 法国被 尼尔 油矿给整回 尼尔正式把法国的 油矿全收回来了 开采权 所有的 法国跟俄罗斯的仇 也挺大 他在 法国有两点 第一 老美怎么干 在乌克兰都可以 我法国支持 但你不能给巴尔干 给我点燃了 明白不 这是五七七跟小马的一个默契 你一旦给巴尔干点燃了 欧洲大战来了 在乌克兰不管怎么打能 最起码能控制住局面 明白不 老美你怎么玩都行 不能点燃巴尔干 这是法国的底线 第二 亚美尼亚 这是高加索 后院 这是公开支持的 法国公开支持 这是俄罗斯后院 法国要再给俄罗斯后院 来个回首套 法国也咽不下这口气 实话实说 法国在非洲 这 北非 西非这块 一年六千个亿啊 美元 我没说法国财政才多少钱 你妈 法国GDP才多少钱 才三万亿啊 全让俄罗斯给偷了 俄罗斯偷完又把老美给偷了 大德的军事也被剃除了 接下来刚果这那的 对 消法憋一度气 没一招 当时派贝宁总统来咱家了 当时我一看贝宁的小玩人来了 我一下就明白了 这是消法的 来传话的 马克龙自己不好意思来当时 贝宁总统来了 问咱家 咋整个 我通过阿尔及利亚出兵 你这 你啥看法 法国当时低的刀就想干 阿尔及利亚都给咱家培训的 阿尔及利亚基本上拿着咱家的武器 阿尔及利亚直接回绝了法武 其实咱家也表态了 很简单 反帝 反殖民体系 实际上就是我来做的 你小法真找对人了 我告诉你 撤兵 投降 滚毒子 以后你能上牌桌 你要下场 瓦格纳能宰了你 不光瓦格纳 还有伊朗革命卫队 小法回去 二话没说 撤兵 因为美俄他俩都想整他 美俄他俩都想 都缠法国那点玩 但老美这货呀 螳螂不谈黄雀在后 老美 法国整完 老美乐 乐乐 乐乐批养的 最后 俄罗斯直接接管美国军事基地 老美这回他知道 原来整小法只是前奏 你妈的 真正整的是他 老美这回啥B 这事实际上 实际上就中俄整的 对 两家整的 老美 十点上货 还没卖货呢 十点忘了 都没走老铁门 今天上个炸裂的 我怎么忘了 上一款白酒 今天上一款白酒 非常好的白酒 给期隔几分钟 我狂狂介绍一下 卢州老家 连续剥的 云南腾痛 就是给飞机上睡了 淋仓 哎呀 最近一直都听过眼 是吗 七哥讲的讲的 也不理 哎呀呀 我今天我播之前 一点劲 一点劲都没有 完了还早点了呢 手还刮口 手还刮口 好了 我按他们俩要吃 涨不上了 像他会儿 颠红 红茶普尔 都有 兄弟们都有 嗯 去年咱们卖茶叶 跨年 2023年 跨到2024年 当天不是联合国开大会 就是呃 那塔亚乌各种刷礼物 当时全是琴的名 咱茶叶 爆单了 就是在那 我跟老杨的合作非常好啊 老杨的东西也好 呃 明天肯定得休息 今晚我肯定睡不着 四点前 那么扯都 我能不能 那么剩六个小时了 现在 啊 而且这个 飞云南这个临仓的 就上海里有飞机 两天一趟 就那么就那个 就那个点 嗯 嗯 紫娟以后没有复购 行 七哥这回给你们上了 你们拍就行了啊 都有都有 嗯 嗯 卖茶的妹妹好看 没 有吗 去年哪个妹妹 我自己卖的 妹妹是 哦 泡车 你说那个是 我知道了 是给杭州西湖那个 是吧 西湖那个确实漂亮 那那那小丫头 嗯 越南边境了 对 哎 抓紧抓紧啊 兄弟们 抓紧抓紧拍啊 人呢都不走 那今天的人 干啥呢都问 能开发票 应该能 你直接联系客户 啊 能开发票 碎点 也得有点 今天讲的透 哎呀 看透了 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些玩玩道 西哥讲的东西都是大战略的 没有那些什么玩玩道的 天天 这个背叛你 哎呀背叛你 一天一个样 嗯 战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连续输出 立场坚定 咱家就是这么做的 嗯 所以说七哥就是占着咱家这个优势 战的立场 今天我战斗中美俄立场都讲了一下 几乎还是回到原点 嗯 总结一下还是属于 美俄 肯定得开战 嗯 天天被刺堆 猪杀呢 想买猪杀起个气 我前几天刚卖完 你现在想买 猪杀没货了 嗯 嗯 没有空的 白天睡一天 夏尔维尔刚才也讲了 兄弟 手 问题不大 这手 问题不大 马嘎挺深的 这玩意 卧槽 这玩意挺锋利 这些鱼鱼难吃的 我七哥到 当地看看有没有啥特产 到时候看看 嗯 哎呀我现在这也折腾好一天了 鱼难虫的都能吃 是吗 嗯 行了那一会儿七哥就下了 早点下明天休息啊 明天休息明天七哥会 我看我我自己尝试着拍个段子 早上起来坐飞机降流到云南 上海这天看不着太阳 到云南就蓝天白云了 啊明天 我不会这种拍 我自己拍自己 我怎么拍不好 拍一下 嗯 感谢毛布宝贝 嗯 刷跑车 嗯 下了也睡不着 睡不着 休息休息 最起码 嗯 云南咖啡 我就 我不用上云南卖 我给长春就能卖 我卖过 嗯 明天拍段视频试试吧 一个人去云南 哦 我一个人来上海 一个人去云南 嗯 行了 这么地吧 兄弟们 哎呀 我感谢一下的 我云辉哥 感谢失踪的梦 点关注了 感谢毛布宝贝 黄有勇感谢黄晓明 哎 南风 我都跑了 刷里屋的梦啊 嗯 一百多万赞 嗯